接下来关心古迹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 美国和朝鲜官员的会谈良好 他在受访时指出 来自朝鲜的代表 预料会在当地时间 今天访问华盛顿 转交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的亲笔信 特朗普表示 他对亲笔信的内容充满期待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 金英哲 目前正在美国进行访问 早先抵达纽约的他 已经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晤 蓬佩奥在社交网站推特上指出 双方在会晤中取得非常好的进展 他说半岛乌核化 将使得朝鲜和全世界受益肥浅 另外 特朗普还表示 自己希望能够在原定计划的 这个月12号 举行美朝首脑会谈 不过他坦言 为期一天的会谈 无法讨论所有的课题